第四个问题 流通佛像经书时 有些人得到后随便处置 撕回经书该怎么办 这是过人因果过人负责 纵然他随便放 撕回经书撕回佛像 他也得度了 为什么呢 所谓一列尔根永违道种 一列尔根也是永违道种 但是他撕回佛像经书的罪业 他要受报 他的罪报受满之后 他阿赖也是这个佛种子 会其先行 还是因这个佛种子而得度 这个道理很深 我们要了解 我们不必去责怪他 能劝劝到他 不能劝 随他吧 切不可以 加深他的运恨 加深他的敌视 那就错误 我们这么说 和言碍于 来对待他们 明天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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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